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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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愛車小搞搞 這一集的小搞搞讓芒果來搞 今天我們這個企劃 就是這一台2011年的CT200H 這個很久以前 我跟你講 你還沒來 熱菜皮疤還沒來 甚至搞不好阿呆都還沒來的時候 我們就拍過一台F-Sport藍色的CT200 那時候是把它改成這個F-Sport外觀 所以這一次呢 我要讓芒果來親自處理這台車 雖然沒有那樣緊繃啦 不過也跟大家再一次分享 你看這個車依然堅挺不拔 它的系統對不對 開起來呢 最重要是怎樣 省油 通病 少 好啦 我們先看一下這台車啦 我跟你講這台車通病其實就幾個啦 電池的話 其實電池現在不貴了 我記得原廠大概五萬塊左右 所以呢 了不起換電池就是噴五萬 再來第二個 它的方向機很容易機住有聲音 它有聽過古風機但很少 古風機我們賣那麼多修過一次而已 這車其實沒什麼大問題 非常的省 剛好在現在我覺得是一個甜蜜點 我們把它整理完 會比當時跟柯P整理那台應該 不會比較貴 雖然它好像也沒什麼掉價 帶大家看一下 這台車我本來想要全部把它烤成混洞紅了 可是我發現它的車漆固得太漂亮了 你看喔 它只有保險桿前面這邊 一個小刮傷 其他幾乎都沒有耶 我們來看一下 這外觀太漂亮了啦 後保桿有一些刮傷 這邊有一些刮傷 反正我們前後保桿都要換掉啦 這台車回來就這樣喔 還沒整理耶 我們這台是頂級版的喔 它比一般的版本多了記憶電動椅 LED頭燈嘛 加熱座椅跟感應雨刷啦 這台車呢 外觀就是這個前後保桿換掉 那因為它的頭燈尾燈都保持得還非常亮 所以我們就不動它了 還有一個這個雨刷護蓋 可能要把它噴得更加的黑 因為有點退色 欸 椅子保持得也不錯啊 這換掉實在有點可惜 你看喔 原廠的那個Lasers齁 長矛地毯 那個開槓花到600萬也沒有長矛地毯 欸 方向盤也還不錯耶 它方向盤也沒有什麼 光滑的感覺耶 好幾公里啊 我看一下 14萬 它內裝也都保持得不錯啊 天鋒也很漂亮啊 還是我們這樣賣就好了 不要拍了 裝礦超好耶 有聲音啦 你 這方向機10還11台都壞啦 相信我 唯一沒換那還是它換過的啦 所以這個一定會換 所以到時候呢 底盤應該也是要用一下啦 那剩下耗材 我看這耗材檢查一下 煞車皮什麼 我看它的輪胎皮怎麼樣好不好 19年的啦 不然閒著風閒著 把輪胎皮也換了 鐵盤我看 鐵盤裝況也還不錯耶 怎麼會這樣 想花起來還沒地方花 這什麼概念 啊 我知道了 它沒有影音系統啦 我們給它裝影音系統 你要不要 好啊 你看 我剛剛講沒有錯 你看喔 有嬰兒座椅的痕跡 後座不漂亮啦 後座椅面可以換掉 這個裡面你看 這邊應該是喔 小朋友嬰兒車 磕磕磕磅什麼 這個到時候也要噴去 那今天這一台 CT200 2011年的 期待一下之後的整理過程 Check it out Let's go 今天我們來到 今天我們來到 十家車工的土神店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看 後面這台紅色的CT200H 那給這邊的師傅檢查一下 然後我們做一個整備 因為上一次老闆是說 它的那個方向機有點意義嘛 那我們來檢查一下方向機以外呢 我們再看一下底盤有沒有什麼肉油 或是什麼需要更換的東西 我們一併做更換 Check it by now 哈囉店長 那我們先去試車一下嘛 方向盤的部分來說 有滿多地方有可能的 第一個是它 馬達裡面有一個 減震的小齒輪 那再來是它的槍管 槍管也是會有減息 因為它是有兩個萬向接頭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它的 方向機總乘 那有三個方向去查修啦 就是也不一定 確定是哪一個部分壞 可能試一下 那可能要逐步去摸一下它的 異音的點啊 然後頂起來搖一下車輪 或者是轉方向盤看它的間隙才知道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先去試一下 那這台車其實滿安靜的耶 所以只要有一點小聲音 就會很明顯 像現在過坑洞就會有聲音 大概說你們一般都會 預防性更換啦 比如說像水棒譜跟解溫器 因為它這個是電子的水棒譜 那也有遇過壞掉啦 那我之前遇過的話是 但是它里程是二十幾萬 然後挑故障燈 因為它說水溫會飆上來 但是它的水都沒有少 那擦電腦看的話 看它的水棒譜的轉速是不太正常 因為你們之前交車的時候 就是都會幫客人 預防線線都先換掉 試起來就是這裡會有一個 共振的感覺啦 那其實因為 如果在行駛的時候 轉方向盤它那個聲音 也會有 也會有 還滿大聲的 有 那你如果說是馬達壞掉的話 有時候有可能會變很重手 那基本上應該是會先從 槍管啊或者是底下 擠住一下去先做排查 那等一下底盤我們撐起來 再整個再檢查過一下 比較仔細 先大致上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 檢查的部分就是熱水管啊 那這個車的不太會壞 那再來就是基本一些管路 有沒有硬化 上下水管呢它的狀況 因為它有低溫回路跟高溫回路 這樣算水冷 對啊水冷 水冷的 然後一個是引擎散熱的 主要的 對一個是這個變壓器的 那因為這個車也沒有皮帶 所以也沒有辦法去做更換 套材的話基本上是 好心塞跟考爾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水斑譜在這邊 我敲著這一顆 電子水斑譜 那它的結溫器就在它的前面這裡 那一般更換的話就會一起做更換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巡視一下 看它有沒有肉油的狀況 基本上是不太會啦 它這個引擎還是 基本上你如果拆開來膠條也是都老化 但是目前還沒有肉油就比較還好 看起來都很乾淨 也沒有什麼油氣 整體狀況都不錯 基本上引擎是沒什麼問題 OK那我們就頂起來看一下底盤的部分 第一個這個李直串的 紅塵套都掉了有沒有 它這個啊CD200G 原廠件比較貴一些些 因為它是整隻是鋁的 你要看到它跟一般的李仔串不太一樣 所以它這個一隻其實還蠻貴的 它好像跟RAV4的也共用 但是RAV4的就是鐵的 兩者的強度是輕量化有差 煞車皮的部分看起來是都還夠 都還有七成以上 七成以上 這邊的李仔串就比較還好 但是一般更換的話就是建議兩隻一起做更換 雖然你可能在車上沒什麼間隙 但是它隱約其實還是會有聲音存在 因為李子串它又有一個角度撐住 所以它的間隙其實是不容易排查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三腳架 鐵套的部分看起來都還OK啊 沒有龜裂的狀況 那再來我們就會檢查一下它的 球頭的部分 如果說十字接頭的震動感也有可能傳遞到這邊來 因為以這樣搖的話來說它有感受度 但是它並不是有間隙的 因為它整隻是有跟這個在連動的 那這個內裝我剛才先拆了一些些來看 這邊就是槍管的部分 那這就是我剛剛說的萬象接頭 那這個其實久了都會有可能會有間隙在 那再來就是去搖動它看它的感受度 那這個萬象接頭的間隙還蠻大的 那當然這個是其中一個有問題的地方 那不能排除說其它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如果說以最簡單的話 會建議說這隻槍管先更換掉 那再來就是我剛說有一個馬達的齒輪的部分 那去摸摸看它裡面的一個間隙 對但是因為它現在這個槍管的間隙還蠻大的 所以我覺得先把這個處理掉 我們再來試試看這個馬達的部分 節氣門的部分很乾淨 那我們就都拆了 就順便連火星塞也一起檢查一下 那一般我們還會在檢查說看它的 搖壁是蓋它墊片的這個火星塞墊圈 有沒有漏油的狀況 那目前看起來是都OK的 都沒有漏油的情況 它如果漏的話是漏到 就會漏到刀罐裡面 稍微有一點油氣啊 但是油風一定正常 有油氣是正常的 選擇 正常的 怕它就是新舊料好 或者是說製造的批次不一樣有沒有 怕它的鋁材質會不一樣 因為材質不一樣有可能有時候也會 有聲音或者是說 有一邊會特別容易壞 那基本上新的里子的話 就不建議用氣洞下去打 如果手太緊的話 其實對它這個壓也是不好的 基本上就是手鎖緊就可以了 那這邊可能就不裝 因為等一下有可能 拆裝水棒埔的時候 這裡會去動到 三管 那有間隙的話就是 這兩個十字接頭 它的間隙到時候如果拆下來搖 應該會還蠻明顯的 上面這個的話 應該會是螺絲鬆掉的機會比較大 那下面這個就是確實間隙還蠻大的 那一看是它的這一顆球頭 已經狀況不好了 那這個新的是完全沒有間隙的 然後這就是電子水棒埔 這個一般都是建議換正常的 比較有保障 這是水龜座 水龜在裡面 它是種成一起的 所以它的那個水棒埔跟水龜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異狀對不對 目前是不會有什麼異狀 但是就預防性更換 對 對 左右搖 基本上很明顯已經沒有間隙了 你如果說沒發動的時候搖也有聲音 那基本上槍管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那再來這個馬達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聲音會更明顯 裡面那個齒輪的部分 它那個減正齒輪 不然就是它有可能之前有換過 因為以這個里程數來說 基本上壞掉的機會都還蠻高的 像國外有的人會說就是 這顆螺絲從鎖就OK了 它從鎖我有試過 哪一顆螺絲 這顆 上面的 上面那顆螺絲 我有試過確實會好一些些 但是這樣搖的話 它摸那個十字街頭那邊 下面的還是會有間隙 所以我才會跟他說就是 可能槍管壞掉 我們再試試看 這樣就沒問題了 對 那剩下就是把內裝裝回去就OK了 對 這個 這個 所以 是 有一 而且剛換完這020的機油其實油門還蠻輕快的 那主要看一下剛剛裝的槍管 方向盤有沒有正 那看起來是正的 所以槍管應該是OK的 那像原地就沒有那個 Cocosin 對 Yeah 好啦 CT200H 它的整備保養 都已經告一個段落了 特別感謝我們的持家車工補存店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以針對外觀的部分下去施工 待會見 Cocosin 出門在外只有聖化絲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Yeah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Lancer's 原廠 檢查電池 大電池 說到檢查電池其實也需要 上次我們有一次業務在開頭很好 要交車的時候突然亮燈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美容時說採眼的時候 去把那個插頭 不小心撥到了 插頭掉了 就顯示了 奇怪為什麼怎麼這麼剛好 我在開的時候不會 交車的時候就亮了 後來我們就是把車頭用回去就好了 探得死我了 好我們回去原廠檢查一下 反正就很簡單 電腦插下去 如果沒有什麼故障的數據 應該就可以了 那大電池可不可以量 我就不曉得 那我們大家去那邊再看看 再看看 好 GO GO 所以它的那個檢測的結果一樣只能檢測它是否正常而已 嗯目前以我們用在核泰給我們的規範子去做檢查 我們只能大約的看出它哪個分電池有可能有損壞電池的異常 它就沒有辦法像那種手機電池量健康度對不對 這個沒有辦法 現在這些參數都是它大電池裡面的分電池 對這14個都是它的大電池裡面分出來的細部的分電池 小電池分電池它14顆 然後我們這邊目前判定的話這樣看 它的數據你看 這兩個相減 物差沒有超過0.3的話 代表這兩個的電池壽命都還OK 目前還OK 就是正負0.3都算在很正常的範圍 對對對 那就不需要做更換 不需要 哈囉大家 然後我們剛才檢查大電池回來了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們這次回原廠檢查大電池的一些問題 那基本上我們那個大電池裡面啊 它有分14顆分電池 那14顆的分電池它的誤差值都沒有超過標準的0.3 就可以說這台車的大電池 它是完全的正常 因為它沒有辦法說它測出它的健康度 還有就是壽命的問題的話 剛才問原廠技師 他是說 他們沒有辦法保證說 這台這顆電池可以用到多久 因為有人可能6萬就掛了 有人可能開了20萬都還沒有換 那他說平常就是要注重電池的散熱孔的清潔 就是如果有太多灰塵進去的話 會阻礙到電池的散熱 那會減少電池的壽命 那接下來我們就繼續看一下我們還要做什麼東西 Let's go 看看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喜歡這個問題 我們不會做的 我覺得我們怎麼會做的 我們不會做的 我們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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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前後寶桿都來了 然後我們這次是裝 17年的F-Sport版本 17年 幹為什麼不直接裝新一點呢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覺得17年的比較好看 然後我們就經過這樣一番激烈的討論 那帶大家來看一下 大概長怎樣 其實就是依照原廠的樣式啦 水箱護罩換成這個RODO 專業一點 仿錘式 仿錘式啊 然後鍍鉻式條 原本這個比較小一點 把它變大了 更霸漆一點 就是舊款改新款 然後燈沿用這樣 這邊這是什麼 配件啦 這下面那個霧燈 我拿這個給你看 下面的是跟上面的是不同的銀式 它這有上漆了 應該就這個銀色就好了 它是銀色的 對 然後我給你看底下這個 這個也不用烤漆耶 也不用啦 它原本就這個顏色了 所以只要這個黑色的地方去烤 紅色就好了 這個四條也是烤過開好漆的吧 對 它也烤好了 這也是烤好漆的 它吃起來 它就這樣 它還蠻方便的 那邊啦 那邊啦 是嗎 是這邊喔 喔對阿 對阿 我邏輯好爛喔 邏輯喔 不是可以買的嗎 這樣這樣這樣 它會合上去這樣 然後這個空洞會再加一個 反光片 然後一樣厚寶黑色的地方 去烤紅色原本的 合起來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那個 裝在厚寶下面的 這樣卡住的 卡進去 大哥你又錯邊了啦 你邏輯真的不太OK耶 這樣 裝上去會怎樣 有點那種 下面的一個 多一個層次啦 然後一樣黑色的 所以也不用烤漆了 目前我們改裝的部件就這樣 那接下來就看我們烤漆 然後把包換上去 OK Let's go Let's g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人我都交代给他一个期末发展 你有吗? 有啊 你是哪一台? 是阿咪 车咧? 还在用吗? 你看高下立判 人家连底前都弄好了 你的车弄什么时候? 我的车比较多 你的车比较倒霉 抽到老车 好啦 今天这台是2011年的Lessus CT200 头到尾呢 都是芒果去弄的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这段期间 为这台车做了什么事 其实我们很简单 我们有原则就是 希望把这个车 当做他自己的车下去做整理 好 基本上就是 以原厂化的方式去升级外观 哦 外观你升级什么? 外观就是升级前后保感做F Sport的 他这个价钱给你就是 网上他卖的价钱 对 好 我跟大家分享 前保感17000后保感18000 呛小狮的名字没有用 很多观众朋友问我们 东西去哪里买 我跟你讲 我跟大家一样 我们就是网路买的 这个我们也不会跟人家杀价 上到一点 你说小狮喔 算你便宜一点 不上到的就是像这样 所以我们也不会秀出 我们在哪里买 下次有上到 我们就秀出在哪里买 合理吧 对不对 小狮大包全部都给你 我跟你讲 我七七四十九天给你轮播 好继续 前后保感加烤漆 我刚刚讲的是素材的价钱 还不包含烤漆的价钱 对没有包含烤漆 也不包含工钱 再来就是轮子全部四条都换新的 四条都换新的 全换全换 夭壮啊你看 花别人的钱就是不会手软 好 再来呢 再来就是雨刷盖 对 我们把一些白化斑驳痕迹的 我们稍微把它都做更新 所以你现在看这个雨刷护盖的地方 跟这个雨刷壁其实都很漂亮 好 再来呢 全车的那个椅子 全部拆掉总用 拉链掉下来一点 它原本椅子有怎样吗 它原本就是稍微小小破掉一点点 完全换新了 而且跟原来的一样 有车上白色缝线 而且中间椅子有打洞 我跟大家分享 做皮椅是这样 皮革材料价格是一个嘛 再来一个就是 你如果说要特殊版型加钱 第二个 特殊的缝线颜色加钱 再来要打洞加钱 拼接加钱 所谓拼接就是比如说中间几皮外面皮 对 所以这次椅子呢 我们花了25000元 很好 非常棒 还有吗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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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还有那个方向机会扣扣扣的 通病 CC200H的通病 好你买10台 有9台都会这样 一台没有 可能是你跟小师买的 已经修好了 这很久以前 放连结 跟科屁还很自嫩的时候 那台蓝色的 我们就有修到了 真的每一台都会坏 这个方向机的枪管8000 跟Leah Cham一起换 总共弄起来是 好不要讲了 他最后修那个金额好不好 不加工钱 所以我们把这个通病也弄好了 然后再来就是安卓机 我这安卓机也2万多块 这7749核心的是不是 我刚刚有看一下 倒是嫌疑很清楚 比很多现在150万以内的车技 都还清楚 因为现在好多那个原厂车都好摸 有的还没有了 有的颗粒 没有 还要选配 不给你就不存在 不清楚这件事情 要不然 因为你送女朋友礼物 他说人家送他车的礼物 赚借恩 怎么才送一只小熊 你不送 就无从比较了嘛 是不是这样讲 对 对了啦 目前就差不多这样 那一桩其实本来就还不错 它有单电动椅 然后我看有双电热椅 那它原本的这个方向盘 就有皮革包覆也是车白线的 所以原本方向盘状况就不错 我记得这个是跑13万还是14万 诶啊它电池咧 哦电池有回那个原厂去检查 那原厂的话它只能测出来 它目前的功能是否正常 哦 对 它没有办法说预测寿命还有多久 啊我知道它有很多的模组嘛 对小颗的电池 所以它一颗一颗去量嘛 对一颗一颗去量 其实这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它一个模组一个模组测 如果它的数字都是平均的 那就代表里面不会有坏学生 拖累其他的电池们 它只能帮你测现在是好的 但它不会跟你讲 它还能活多久 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在量一些这个 车用小电瓶的时候 仪器会告诉我们 这个电瓶还剩60% 70%的寿命 但是它这个大电池就是没有办法测 哦所以常常我们在卖Toyota的 这一系列油电车的时候 我们都很希望 能够告诉下一个人说 这个电池还剩几%的寿命 但是做不到 原厂都做不到 我们也做不到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 至少我们记得 我们已经一直以来 我们拍过很多集 油电车电池更换的 它的价钱就是大约在5万块左右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预算抓起来就好了 好啦 你的钱都花在这些提花的地方 对然后再来就是一些保养基建的 基建对对 这个到时候再秀出来 反正总共这样就花了十几万了 非常棒 花钱不手软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买这样的一台车 我觉得真的是超必要花的 可能就是轮胎 跟基建的保养 跟这个方向机枪管 剩下的大包啦 安卓机啦 皮椅啦 那个是没有必要花的 那只是为了过更爽而已 不是啦我觉得是车是这样嘛 你买一台车回来 你总是想要把它弄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对 舒服的样子 我是不知道我们再来到时候 算算要卖多少钱 差不多的钱 你要去买PC吗 直上Lessus了吧 你PC但凡 新一点的也要4050 你就算你不贴Iran的贴纸材料 都觉得你是Iran 对不对 何必咧 我们不要这样委屈自己 更好的隔音更棒的质感 我们开雷克萨斯 至少出去 开什么车 Lessus 车机有什么功能 有那个吗 安卓可以Auto 有吗我看一下 MOTHER 花2万多没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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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滑顺的 是水上护照还蛮有质感的 这是我们考的 没有这个原来就是这个材质的是不是 对 我想说这个还蛮有质感的 烤器可以烤到这样还蛮屌的 它这个还蛮有质感的 那有些配件都已经有原本的样子 这个呢 也是 来就是镀铬的 这下面自己喷的吗 没有也是 来就有了 霧灯也是 霧灯跟霧灯照 也是 不错耶难怪那么贵 好啦不跟你们讲哪里买 因为他没有算我便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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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再一次哦 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个 会交代这些小朋友 小朋友这个 刚出道 然后让他们去适应一下 整理一台车有多辛苦 要花多少时间 不过整理完 应该还蛮有成就感的 还蛮有成就感啊 你现在知道阿呆为什么 那个Focus开走时候 要脱哭了 懂了 那顺便呢做个记录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车比较常见的一些通病 其实我们大概都有花到啦 然后也另外跟大家分享 你如果真的要想要让自己的爱车 内外都看起来非常的舒服漂亮 真的是要花蛮多钱 好不好那也请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留言 非常开启小铃铛 给小朋友多一点鼓励 好不好那我们花那么高的预算 我们才可以拍更多整理车的片子 果然就要跑路了好不好 下次见拜拜 拜拜 轻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 好啦我们来拍CT200H的外观了 顺便访问一下芒果 你这次这样子经手老板给你的任务 你有什么感想 其实蛮谢谢老板的就是 他很相信我们 把一台车交给我们 而且我们整理都不是小数目 虽然他这台车原本状况就不错 但是我其实跟他相处蛮久了 从头拍到现在 然后成就感也蛮大的 因为像是上网找材料啊 然后去研究这台车 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你觉得哪一个项目最有记忆点吗 最有记忆点是那个 装那个前后宝杆的时候 就是新的那个前宝杆 它的配件很多 然后因为它有要改上的地方 它锁点它不是直上的 像那个大灯清洗剂 是手工去开动的 哦真的假的 对因为它上面没有那个锁基件的螺丝 所以你DIY算有点DIY的 是师傅DIY啦 就是整整的我们用了两天 然后还有一些小东西啊 蛮困难的 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没有买车嘛 我自己因为住公司附近 所以我就没有用车的需求 突然老板指派这个任务给我们整理一台车 那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从无到有 慢慢的一步一步去整理 然后稍微的小改造这样 所以让我就是蛮有成就感的 真的是会对一个东西 产生了感情以后 你要跟它离别 你会 会有点舍不得 之前花了这么多的心思 然后拍也不是 大家可能看都是很快的 但我们可能都是去 站了两三天 甚至更久 一天可能10秒 10秒对 但是实际上可能 实际上拍了一整天 对拍了一整天 所以我们用一台车子 其实我们花费了很多心思跟能力 希望各位观众朋友 可以给我们一点小小的鼓励 让我们更有动力的去做一部影片 一台车子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